昨天我們為您報導過 臺灣大學生的優遇指數持續攀高 但是校園諮商師卻嚴重的不足 復刻不了龐大的學生來預約 有學者就提出了 要紓解學生的生活壓力 除了要增加諮商師的人數 更應該要引進專責導師的制度 可以在第一線把關學生的身心狀況 專責導師的設立是不是解方呢 來看我們今天的真相極限風 日前一名北部大學生 在網路公開校內心理諮商時刻表 滿滿紅字顯示預約已額滿 想尋求專業輕途滿腹委屈 卻要等上一個月 目前教育部規定 一位專責諮商師 要負責一千兩百位大學生 人力比十分懸殊 眼看時下大學生越來越憂鬱 校園裡的輔導資源已經不堪負荷 在美國他們是六百比一 那美國的狀況又跟台灣不一樣 那我是覺得說在現在是一千二比一 初級的發展性輔導 專責導師制度 她是李立敏 是師大公領系的專責導師 眼前正忙著和前來諮詢的學生 談心她的日常工作就是關心學生的租屋安全 還有身心等狀況 有心理諮商背景有社工有教育 然後也有所謂的校園安全 然後大學學生事務等等 那這個專業的團隊 她會用比較多元的角度 去處理學生不同的狀況 那確實在關係建立這塊上 專責導師在初級輔導有她的優勢 目前全台大學各個班級 多數配有導師關心學生日常 但這群導師通常由授課教授兼任 專業領域往往不涵蓋心理專業 學界目前鼓吹的雙導師制度 就是除了現有導師外 再額外增設一名具備心理專業的導師 更密切地把關學生身心 我好朋友跟系上的專責導師 系上的專導或者是比較熟的老師 最親近就是最深變的那群朋友 我們在師大校園隨即訪問學生 可見專責導師在學生心中 確實扮演著一師一友的角色 我們教育部在去年11月份 辦理的大專校園的導師演習 有特別請師範大學來做這個分享 每個學校每個學校的背景 條件 環境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目前是讓各大專校園 去做參考 未來也規劃看能夠讓這個 學校校內也自己辦理 讓校內的導師 可以真能的這樣子的活動 教育部學生輔導法沒有明確規定 校園內要增設專責導師 現行狀況下也只能看學校端 願不願意意注資源 在教學第一線引進大批心理專業人士 11月18號 台大校長已經表示 正在討論校內輔導變革 未來可能會採納雙導師制度 不過學生的憂鬱情形日益惡化 對比上在眼裡的政策 校園裡供不應求的輔導資源荒 已經刻不容緩 需要及時解放 老師新聞 蔡婷運學員 完張榮甫 專題報導